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金融危机在线了吗 路透社报道 中国今年创纪录发行了1523亿元人民币 来救助陷入困境的小型银行 路透报道 这个特殊用途债券是中国地方政府使用预算之外 债务融资形式 筹集资金通常专门用于特定的政策目标 比方说像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 交易招股说明书显示 地方政府计划利用最新发债的收益 从规模比较小的银行 其中大多数是国有银行 来购买股权或者是可以转换的债券 从而有效地对这些银行来进行资本重铸 根据中国电子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准入的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迄今为止 政府已经透过了此类债券 筹集了1523亿元人民币 来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 另外根据中国政府网站指出 除了今年迄今筹集1523亿元人民币资金之外 河南省政府上个礼拜还宣布计划发行价值282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债 来对26家地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而今年特别债的最大发行者是负债累累的辽宁省 云南省政府跟内蒙古地区政府 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所得资金来对当地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拜习会结束不久 中美关系还在重整之际 两国的商业贸易便在改善的道路上先行 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美行程当中最令人瞩目的行程之一 跟美国商界领袖共进晚宴 更是推进了不少交易案的后续进行 纽约18报道 这场晚宴的一般门票费用是2000美元 但是有消息人士指出 只要付得起4万美元 将可以购得特等席跟习近平同桌 不过因为一桌只能够做8人 代表想买还要碰运气 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入座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跟习近平在主桌的 有苹果公司的库克 贝莱德集团营运长戈德斯坦 黑石创办人苏世明 桥水基金达里欧 华尔街令内的券商 承保证券执行长赵鹏 KKR的共同执行长贝依 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总裁戈尔兹坦 联邦快递 Nike公司 X-Co能源公司高层 以及美国航空界两大巨头 美国波音公司执行长第二 跟飞机引擎大厂 美国汉威联合前任执行长 亚当齐克也在习近平的主桌 除了上述名单之外 还有另外一人 则出现在华尔街日报28号的报道里面 那就是博通首席执行官陈福阳 他正在等待中国批准一项 规模达到690亿美元的交易 根据报道 几个月来 中国监管机构 一直未能批准这一家美国芯片制造商 收购企业软件开发商VMware的交易 导致博通三次推迟交易完成日期 而该交易最初是在2022年5月宣布的 而就在这一次晚宴的几天之后 中国批准了普通的交易 中国政府还向万事打卡开了该公司期待已久的绿灯 允许这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支付处理商 在中国发行万事打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中方的这些举措是向美国公司伸出的感染汁 眼下这些公司对于在中国做生意愿发谨慎 而此类的举措也表明了 在美中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 企业可能如何的被利用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就在今年10月 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员 曾经暗示博通 只要博通满足该机构提出的所有条件 就可以同意这笔交易 然而博通高管在从中国官员那里了解到 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决定之后 延长了完成交易的最后期限 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外交部也对此有发言权 知情人士透露 考虑到这一点 陈浮阳在10月底的时候 曾经寻求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机会 之后并如愿地见到面了 王毅当时在华盛顿为习近平11月的访美铺路 他在访问间隙跟陈浮阳举行的会谈 在会谈当中 出生于马来西亚 目前为美国公民的华裔商人陈浮阳 提到了博通跟VMware的交易 知情人士表示 王毅会应称 中国政府继续欢迎外商投资 但是没有透露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正义表示 万事达卡跟博通各自的交易货币 是互不关联的成功案例 必须结合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待 不过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企业 普遍认为 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 是他们在华开展业务的最大顾虑 根据报道 博通 万事达卡跟波音 都是美国商业团体 为习近平所办晚宴的出资方 虽然万事达卡获得到了多年来 一直在寻求的中国市场准入资格 但是美国飞机制造商 波音仍然被拒之门外 受到美中贸易关系紧张 以及波音737MAX科技 发生了两起致命坠机事故的影响 中国自2017年以来 一直没有向波音购买科技 在习近平跟拜登举行友好峰会 让全球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气氛 有所缓解之后 一些投资者对中国重新购买波音科技抱有希望 但是截至27号为止 双方仍未宣布任何的购买事宜 习近平跟万事达卡董事长詹诺等 美国商业领袖的晚宴并没有谈到贸易的问题 这也让许多人感到失望 此前华尔街日报曾经报导 在外资逃离中国的情况下 原本该晚宴被认为是 可能将借此场合来安抚投资人 但是习近平在讲话当中 只强调了合作共赢 并未提到任何贸易 投资等实质性的内容 让许多的商界人士大失所望 认为习近平的演讲充其量只是在宣传罢了 美国基金管理公司明基亚洲基金投资策略师罗斯曼说 习近平没有把握机会向美国商界说明 外界对于中国经商环境的担忧 或者是分享他的国内经济政策 在未来几个季度可能会如何的变化 他对此感到相当的失望 尽管目前博通跟万事达卡获得到好消息 但是许多企业高管提醒表示 最近获批的交易还不足以促使大量的投资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才能够让跨国公司确信他们在中国是受欢迎的 根据报导 纽约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 23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经济困境持续之际 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 对于中国的信心正在减弱 一份对于35名驻华外企CEO进行的调查显示 今年下半年 一项衡量他们对中国信心的指标 从6个月前的72降到了54 该数值如果低于50 则表示做出负面回应的受访者人数 超过了做出积极回应的人数 这项调查在中国政府最近批准上述交易之前进行的 受访的CEO大多来自于美国跟欧洲公司 该智库还发现 有40%的受访CEO 预计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几乎同样比例的CEO 预计未来6个月将减少员工数量 而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仅仅为9% 根据对中国数据的分析 在截至9月底的连续6个季度里面 海外公司从中国撤出的总利润超过了1600亿美元 而这种利润的异常持续外流 表明了中国对海外资本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在华美系仍然面临种种挑战 包括了要求数据本地化的法律不透明 以及在中国国内获取资讯的渠道不断地缩展 外国禁止调查跟咨询公司遭遇到的突击检查 包括了对工作人员的拘留 以及针对高管的出境禁令 也让企业对自身在华业务感到不安 此外在中国做生意 还可能会招致美国政府官员跟议员们的审视 就中国一些公司跟监管层面的事宜 为外企提供咨询服务的博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吉默曼表示 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营商环境 我们似乎处于胡萝卜的模式当中 他说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下 每一次的授权许可跟批准 都可能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当美中关系恶化时更是如此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令加强对国际公司的权益跟知识成全的保护 北京正在努力吸引外资的投资 美国跟欧洲在华企业曾经表示 由于地缘政治反限跌发 对跨国企业的土籍搜查 以及优先本土企业 中国的营商环境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北京发出信号 正在寻求吸引外资的归来 德国之声报道 27号习近平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表示 要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习近平说 中国要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他在讲话当中同时说到 要加强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 引导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运用法治跟规则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隔天28号 中国总理李强在链博会上表示 中国反对保护主义 希望加强跟所有国家的供应链伙伴关系 这个表态的背景是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对于供应链依赖中国表达忧虑 最近一段时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到对于中国未来是否会侵略台湾的忧虑 都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 选择不再扩大在中国的供应链 而是对其他跟美国关系更好的国家 比方像是印度 墨西哥跟越南进行直接投资 相关的战略被称之为是中国加一 卖双在华投资也降到了历史新低 根据荣顶集团的资讯显示 去年美欧宣布的对华绿地投资 降到了不到200亿美元 此前最高的时候是2018年 高达12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2021年到2022年 对印度的投资则激增了650亿美元 增幅达到了400% 尽管如此 中国仍然是有吸引力的选项 汇丰银行本月早些时候在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上进行了一项调查 显示 45%的企业预计未来一年内会扩大在中国的供应链 因为中国恒大物业约人民币134亿元的存款值押 遭到银行强制的执行 于是28号晚间发出声明 启动讨回约20亿元的存单值押担保程序 名下全资子公司金币物业向责任方提高 并要求母公司中国恒大集团等负责 偿还约19亿9600万元 以及战绩利息约1亿5000万元 并已于28号收到了法院正式受理的通知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恒大物业审核2021年度财报 赫然发现134亿存款被值押 总共分为三笔 首先是存单值押担保20亿元 其次为存单值押担保27亿元 以及存单值押担保87亿元 恒大物业向中国恒大追讨的则是首笔 报导指出 物业公司告母公司在中国近年来并不少见 像是新院服务旗下附属公司 存放于郑州跟华夏银行4亿200万元的定存 遭到控股股东新院地产的子公司 以及若干非新院服务旗下的公司质押 于是新院服务今年8月15号发出公告指出 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针对新院置业的仲裁 要求讨回因为质押而蒙受的任何损失 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在28号于北京开幕 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并且发表主持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在国内经济疲软之际 大张旗鼓地举办转会 是要宣扬其红色供应链的完整性 吸引外资汇流 但是在中国政治环境持续紧缩的情况下 恐怕难以如愿 形势的意义恐怕将高于实质的意义 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政府首次举办的链博会 主题定为连接世界共创未来 并且号称是全球第一场 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开幕式的主持演讲当中表示 中方愿与各国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联系 反对任何形式的脱钩锻炼 同时也强调 中国大陆将持续打造国际化 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根据主办单位宣布 本会共有515家中外企业参展 外伤的比例为26% 覆盖55个国家跟地区 其中美国企业热烈响应 总数占了境外展商的20% 并且行业领军企业众多 包括了苹果、亚马逊、特斯拉跟联邦快递等等 世界500强公司派高级代表参会 在全场5链一展区当中都有每期部展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秀文表示 展区内的5大供应链专案 都属于当今最受瞩目的次世代产业 也符合中国净零碳排跟数字转型的国家战略 有此可见 中方想要借由提出下一个时代的商机来吸引外资 就其原因 王秀文认为 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 历经疫情封控 美中竞争跟反间谍法等对外资不友善的政策之后 近年来许多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已经认出去了 更有大量的资金正在逃离中国 确实国际收支出部资料显示 2023年第三季 中国首次出现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负债 赤字达到了118亿美元 这是自1998年开始编制这项资料以来 中国首次出现季度的缺口 报导分析 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企业正在去风险 不再投资中国 巧的是 就在中国的练博会开幕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在27号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 同时宣布了将近30项的新措施 强化对美国经济跟国家安全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 对此澳洲蒙纳市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林认为 美国所强调的供应链多样化 就是不再把制造业的供应链 集中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而是分散到其他的国家 在他看来 拜登提出的去风险 本质上就是中美断钩 相比于近年来欧美各国对于供应链安全的警惕性上升 史赫林说 如果这场链博会是在2019年举办的 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参展商数量或许会比今年多出十倍以上 链博会实际上强调的是 把中国重新放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 而美国强调的是 把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给弄下来 听起来都是在强调产业链 但是整个方向完全相反 另一方面 尽管除了着重宣传美国大厂参展之外 中方也强调这一次链博会 有为数不少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会 但是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敏芳认为 一带一路国家厂商虽然可以摆出数量庞大的阵容 但是除了具备科技实力的马来西亚之外 其他国家所能够创造出的产值相对较低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一山同样认为 参与欧美国家高科技并且具有高增长力的供应链 才是中国最看重的核心 如果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经济体 比方说是马来西亚也出产一些芯片 当然有他们的参与会更好 若是其他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参与 那么来说意义就不太大了 拥有百万粉丝的中国网红厨师王刚 这两天因为一段蛋炒饭交成视频 遭到大批民族注意网民们的攻击 网民们表示 王刚涉嫌利用这段视频 来讽刺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根据流传的一种说法 毛岸英在朝鲜战争当中遭遇空袭时 正在做蛋炒饭 也因此蛋炒饭一词在中国的网络上被披上了一层敏感的政治意涵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在公开发布的道歉视频当中 王刚表示郑重的道歉 并提出两点说明 第一 未来所有的视频都将亲自发布 第二 他作为厨师 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 也不拍蛋炒饭 王刚之所以发布这条视频 是因为当天王刚的微博 bilibili等社交视频软体账号上 发布了他教人制作蛋炒饭的视频 王刚在道歉视频当中说 这条视频是他的同事发布的 而他自己由于在忙个人的事情 未能参与到视频的发布 王刚还在道歉视频当中说 他的外公也是一名志愿军老兵 在朝鲜待了六年 他形容外公在他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圣人 让他从小也抱持着想当兵的梦想 但是17岁那一年兵检 却因为背上有一块疤 没有通过 近年来蛋炒饭一词越来越成为 中国网络上的敏感词 这个词汇的敏感 跟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词有关 1950年11月25号 毛岸英在参与朝鲜战争期间死于空袭 而他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 曾经担任中共入朝部队作战处副处长 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杨迪 在回忆录当中披露 导致毛岸英死亡的空袭发生时 毛岸英正与人在防空东外烹饪蛋炒饭 违反了防空几率 除此之外 10月24号是毛岸英的生日 1950年10月25号 则是中共军队在朝鲜半岛首次作战的日子 因此多年以来 常有人因为在每年的10到11月 与网络上发布跟蛋炒饭有关的内容 遭到粉红派跟毛派人士的攻击 也有许多人在网络上使用蛋炒饭一词 来对毛岸英之死进行讽刺 认为毛岸英被炸死时的中国 摆脱了毛家世袭的统治 目前在中文网络上 仍然有不少人在攻击王刚 有攻击王刚的微博网民表示 王刚每年都在这个时间点 按搓地发这些 说无意这个概率也不大 粉丝数超过600万的中国知名当局微博账号 地瓜熊老六则发布微博 认为王刚在2020年就已经知道蛋炒饭的含义 并且质疑王刚在特定时间发布蛋炒饭内容 并非无意 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 王刚就因为在10到11月之间 发布与蛋炒饭有关的内容 遭到不止一次的攻击 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就蛋炒饭的问题来道歉 而中国人大常委会于2018年4月通过了英烈保护法 规定禁止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跟精神 曾经担任新浪微博审查员的刘立鹏表示 尽管如此 蛋炒饭一词作为一种政治隐喻 仍然还在传播当中 他举例说像蛋炒饭这种隐喻 早就已经传开了 很难杀得住 比方说2020年的时候 蛋炒饭节的当天 被中国网民叫成了中国感恩节 因为他跟北美的感恩节很接近 也有微博网民表示 王刚的账号在今年11月发布蛋炒饭视频 并没有任何的政治含义 并指出他在4月 5月 8月都曾经发布过蛋炒饭的视频 还有一条微博高赞评论讽刺性的说道 全网以后都遮罩蛋炒饭最好 上纲上线最拿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